各位朋友,我是陳志明 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父 我玩了太極超過五十年 如果說太極靈修,都超過三十年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玩太極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太極靈修事實目 太極可以說是我們中國的國粹之一 一般我們說是強身健體 但其實太極拳都有幾個功效 我們叫做體、用、術、德 體當然是強身健體 用其實都可以防守、攻擊 術當然是一種藝術,很有美感 即是會看到被人有一種美感之餘 有一種觸動、感恩 德是一種修為、一種德行 我們說太極靈修是加多個靈 即是體、用、術、德、靈 靈裡面說是靈性 正在說一個跟天、地、人都有關係 我們說這個靈性、這個靈修 其實我們看回這個大自然 平常我們稱為大自然 其實大自然裡面來說 有一個造物主 無論天地人都可以說我們是受造物 造物主裡面我們怎樣能夠跟祂相通 怎樣能夠跟祂相連呢 我們所說的太極靈修就是通過每日修煉太極 就要經驗做物主 或經驗天主的臨在 所以變成一個練習來的 一個祈禱的方法 所以說太極靈修 我們不單止只說太極 更重要是太極靈修、靈修這一部分 我們這個靈修部分裡面來講 教會的傳統裡面來講 通常最終就是經驗天主 但怎樣經驗天主 一般是通過靜的 但怎樣靜的問題 有時一句說話 一句聖經的說話 或者動作可能是鬼或坐在那裡 太極靈修我們的起點是一個動 通過這個動裡面來講 動裡面有靜 靜裡面有動 動靜合一 所以一步一步這樣下去 我現在介紹一個基本開始的練習方法 一個準備的叫太極靈修 現在我有兩位徒弟示範這個太極靈修 在這個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更加有這種感覺 我們說首先他們準備功夫的時候 你看這隻腳踏實地 是天地人 就是我們踏著地上 是湧泉穴的意識在那裡 然後就是頭頂百匯穴 好像通天一樣 然後守著就是那個丹田 土匙下低一點 那隻手就是垂直的 就是重心放在兩隻手的勞弓穴那裡 他開始的時候 他自己慢慢有搖晃 搖晃的時間 就慢慢自然開始了 不知道大家看到些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 玩太極支持的一個基本動作 或者是一個練習來的 可能大家看的時間 好像看一隻手一樣 其實不是隻手動的 最初是被隻手的部分吸引到 但其實用拳經裡面所說 我們說要發於腿 主助於腰 盈於手 所以其實是隻腳那裡 最重要的 因為不只是站在那裡 有前有後 是鍛鍊修為動靜 那個虛實 所以你會看他有前有後 就拿到重心 一虛一實 如果兩隻神 他根本無法動 然後不單是隻手 發於腿 但是主了於腰 轉的時間 不是隻手 而是隻腰跨 動 動的時間 就是帶動盈於手 所以 從拳經的角度來講 我們由隻腳開始 然後主了於腰 盈於手 為他們來講 不需要想圖案 用什麼捉 不是的 由形入意 入了意 重意不重形 所以他們慢慢 通常閉上眼 或者碎念眼 讓意 入了意 最初用上意識 現在我的腳 前後 但慢慢都要下意識 隨意 放鬆自己 所以這個鍛鍊 使自己能夠放鬆 能夠安心 能夠平和 即是一種修圍 一個修煉的方法 所以你看看他們 很隨意的 沒有固定動作 所以沒有一些壓力 是一個很隨意 由內耳帶動動作 然後 過程是在享受中 然後 發於腿 主 主左於腰 盈於手 大家 正在注視的時間 去感覺一下 他們不是隻手動的 是內意的 由形入意 入了意 重意不重形 所以沒有固定一個形態 或者一個動作 沒有的 是隨意的 所以每一次可以不同 但是他自己感覺到 可以有時上 上時下 或者說 你自己裡面 哪一部分 可能有些障礙 他自然會帶 通回你的內意 通回你的氣 通回你的氣 使得整個人 血目流通 特別在現在的環境裡 從裡面來說 天地人 上有天下有地人 你會感覺到一種很共融的 這種感覺 與大自然有雀仔聲 有禪聲 你會感覺到一種融會 這是靠你領悟的 這不是靠你想像 或者想像 不是 是個人自己在玩的時候 自己個人的體會 好像和萬物一種融合 這是一個準備 好 慢慢修飾 所以去到這麽時間 動作慢慢就會修 然後慢慢垂直 太極靈修也有一個進階的 我們說 形勢意敬氣神 形勢 即是一個動作 和第一個動作之間的勢 形勢 意敬 所以簡單地叫形和意 玩太極的時間 我們怎樣能夠用外形 內意進去 所以這個特色 我們就會先用一個動開始 怎樣通過這個動呢 玩個過程中 動裡面是有靜的 靜裡面也有動的 然後去到那個階段 就是動靜合一的 每一次的時間 我們都有一個祈禱文 我們就說 仁慈的主 賜我恩寵 心神內斂 虛實分明 動靜清楚 忠靜安舒 以上所求 靠主知名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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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ntin Imam Muito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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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的是二十一色 将一些最重要的浓缩 刚才我的徒弟玩的方拳 很清楚的一色一色 以一念代曼念 玩的时间就不会分心 你预了这一色就这一色 一个形一个细 锻炼一个的虚实 阴阳动静 慢慢培养在动里 你会感觉到一种静 在静里面亦有一种动 你会感觉到一种动静合一 但恶也有耐 接着我跟大家示范 将我们刚才玩的方拳 贯穿我们叫圆拳 无论这个叫圆 一种共融 特别在大自然里面 天地人一种融和 一个调身调心调色 使得自己的呼吸 心、意念融合在一起 所以令到人是很舒畅的 我跟大家示范这个圆拳 感谢观看 稳妙看 后面感谢观看 它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 接着我们的观念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太極灵修》是通过每日的 每日你自己修炼这个《太極》 最主要是经验这个造物主 经验天主的临在 不单止使自己培养一种心态 以一个很悠闲的心 去面对每日烦恼的工作 不单止使自己内在 那份爱心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使得自己通过这个修炼 对于天、对于地、对于人 更加有一种感觉 更加有一种敏锐 使得我们和这个大自然 天、地人有一种融和 或者一切在这个造物主的保守底下 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守护着这个地球的大家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